當年只有九歲,一念志氣 就破格入讀大學的數學神童沈思君 經過四年的大學生涯變得成熟了 今年十三歲的他完成了數學理學試 和數學哲學碩士雙學委課程 被當初鎮會大學為他設計的五年全日制課程 提早一年畢業 不過神童都不是范范貞 雖然他數學科全部拿A 但資訊科技科就試過肥佬 剛剛知道這個消息 當然有些不開心 為什麼會肥了 因為我對電腦的經驗不太熟悉 他吸取考試經驗後 在補考入面取得合格成績 這四年大學生活 令思君最難忘的事 是在大學一年級一次話劇演出 飾演少年蔡元培 當時碰到的挑戰 不是我當時想像中那麼簡單 例如和其他演員合作 記得那些台詞 思君的爸爸說 知休兒童的父母 一點都不容易做 非常辛苦 因為這方面 你會想清楚 如果要踏上這條路 要讓人來學得快些 家長的承擔和犧牲會很大很大 朕大話過去兩三年都有知休兒童申請入讀 不過後方並沒有接納 對沈同學這個特別的安排 不是所有知休小朋友都適合的 我們覺得 培育一個資深的小朋友 除了大學的培育之外 家庭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詩君下星期將會到美國 繼續做數學方面的研究 他爸爸會陪他三個月 之後就要學識自己 在美國過獨立生活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張沛儀報導